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转发 赞 转发 赞 转发 小玩怀你都火了 不是不是不是 你玩怀 你为人谁呢你 你闭嘴 嘿 干嘛 你要死了 你放开我 你走开 不是 我就帮你扔个零而已 你哭什么呀 你把我们都炸死了 你怎么哭了呀 怎么了 说话啊 我怎么了 我当然是失恋了呀 失恋了 你懂不懂 不是 你真去告白了 不是吧 你不是笑花吗 怎么可能失败啊 我怎么知道 渣男 那个 没事啊 这碗聚餐 我请客 我都失恋了 你还请别人吃饭 你是不是认了你 是哪个不拍眼的 欺我们的小麻花 我非提刀去江城 说得好 我们可是一起 出生不死的战友 谁欺负你了 明天我去打死他 去呀 你们去东宁大学 滨江校区 找一个叫顾徐那人 给我砍死他 好嘞 我知道了 叫顾 顾徐 等一下 刚才那个人的名字是 顾什么什么学 所以我要拿着刀去砍的人是 顾什么什么学 不可能吧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好像就是这么巧啊 同名 同姓 还同孝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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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在和钢枪王双牌吗 嗯 谁呀 你男神啊 你千万告诉我的 江城 钢枪王 001 你们在双牌不是吗 我 我早上在参加毕业年龄 好见我表妹了 她倒是 告白成功 嗯 早上那个 不是你 那 那你在 我 我在跟顾徐告白啊 哦 不对 我在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被顾徐拒绝 你们说她想啥呢 她想死 嗯 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 有点子浪漫 浪漫 且致命 致命 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 一脸赎罪的样子啊 我 我中大了 疼 但是 我还是希望顾徐 买半饭没有半饭奖 吃泡面没有叉子 我上厕所 没水又没纸 这游戏哪儿来得见啊 我觉得这当中肯定是有误会 这也许并不是她的本意呢 对吧 你想 她可能 一个大男人 你不帮人家拿东西 在这儿当导盲犬啊 现在的男人嘛 对吧 从白天装到晚上 顾心太一样了 一般电视剧里这种情况 都要 大雨飘泼 额毛大雪才叫虐好不好 好像真的打来了 顾总 江总她同意了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 随时可以 随时可以 好 我想先喝点水 刘契灵 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们马上到家了 她还要跟你回家 你无论发小 还跟她回家 她 她家住哪儿啊 跟奶奶的男的一块呢 你们 爱的近吗 我挺近的 男的女的啊 你还是回家呀 啊 你这么晚还在外面 是你回我呀 回家你还 还爱我不 这样吧 你打给她 让她安心一点啊 视频 我 好可怕啊 郑利哥 干嘛呢 我 她俩是在一起 不知道啊 真的假的 你看看 我人生的狼狽瞬间 为什么总是能被顾寻撞见 顾寻 啊 啊 你的这个 笑卡掉了 我们要不要 加一个微信啊 同学啊 这 这 我的笑卡 我叫布小鹏 方便加个微信了 我 不好意思 我 我不知道你有男朋友啊 男 男朋友 你换女朋友了 我 从影看你 你这俩下暴头 你这俩下暴头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倒是极强 哎呦 蒋总正儿听着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倒是极强啊 你不就像你那个火爆的样子 倒是想像一个人啊 陈千铃 佳花 我问你啊 如果一个人 他平时对你不冷不热的 但是关键时刻却很护着你 你说 他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 洗完就去告白啊 你猜这儿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告白 或许 神经病 神经病 被创造成一 fox 祝你 别闹着你 zembro 在此时 我又不推占你 我去otine 我累死 哪个不开眼的七五门小达花 明天我去打死他 你们去东宁大学 滨江校区 找一个叫顾许能人 给我砍死他 好嘞 我知道了 叫顾 顾许 这边来人了 不好意思 不是 我说你没看 那以后你俩就是邻居了 白天刚和顾许说完再无交集 晚上就成了冤种邻居 现在我的空天遥控器还坏了 太惨 那就 借一个 大晚上的我找谁借啊 邻居 邻居 霍丁 霍丁 这么巧 叶千玲 我的电话席是 你喜欢的是小麻花啊 不过小麻花就是月千玲 月千玲就是小麻花 喜欢月千玲等于喜欢小麻花 喜欢小麻花 喜欢小麻花等于喜欢月千玲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她呀 给我